响应新北市政府食物银行 五年级同学会运用民间资源 推动食物给付 把一张张运动鞋兑换券 送来到永和国中 共有45名若是孩童申请 社长陈一芬表示 这些小朋友平常都不太有机会穿新鞋 这回透过赠协活动 满足他们的物资需求 这一次的赠协活动呢 主要是针对清寒的家庭 包括像低收入 中低收入户 还有就是导师们认可的一些 比较清寒的孩子们 那学校这类的孩子 大概有80多位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活动 就发出我们的问卷 然后询问家长 有这样的活动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那最后有45位家长 就是勾选他们有需要 那其他家长是因为 他们觉得这样资源 家里面可能暂时不需要 但是希望可以把这资源 也可以给更需要的家庭来使用 那有些家庭其实是非常的客气 我们联合来捐助 永和国中弱势的学童 弱势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这个Lanew的鞋子 那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个活动 能带给这些孩子们一点温暖 然后给他们一点希望 也渐渐能够促成 抛砖引玉的效果 希望社会的贤打也能共同来 这个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 有意义的活动 五年级同学会在2005年成立 一群好朋友在闲聊时 发现大家都是五年级生 干脆趣味性的组成同学会团体 六年前他们致力投入社会公益 集结地方爱心 积极关怀弱势 也为社会带来一股暖流 五年级同学会 赞赞赞 社会天空新闻 有和报道 赞赞 Ann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